针对国会职权修法试线 宪法法庭整日言辞辩论 其中也找来专家学者 东吴大学具有法学背景的副校长董宝成 发表意见时还用了随手可得的小道具 现在看现场状况 那这个反而就是属于国会自治意识之律 为重大明显是说不待调查事实认定 就一望其之如同写在额头上 各位大法官 什么叫如同写在额头上 一看就知道这是违法 这是违宪 重大明显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今天大法官还要来这边 问问看东加坡西加坡 这边大法官就变成什么 风计鼓掌 就变成管家坡了 所以说我们花太多时间在这里 吃完末节末这个问题 所以真的是没有 真的是不符合342 499号 不待调查事实即可认定 一望其之 我再一次如同写在什么 额头上的重大明显 下来了 对不起 重大明显挟持 这样子大法官才介入 否则的话大法官太辛苦了 变条纸往额头上贴 简单举例逗笑了台上的大法官 学者认为国会自治意识自律 还是很重要的 不需要事事都照大法官视线